香港大靈異 主持 陳雲 下席 香港大靈異又回來了 老師為何今天我會上席呢? 因為下席沒有空 沒有空就先找個蕭湯坊頂住 我想過來兩集 但兩次都能完結你了 沒有所謂 去了雲遊四海 修煉完回來 林更快到中秋 不如我們今晚說月夜吧 好 其實月亮跟我們人都很大關係 據我所知 接下來月圓之夜有一個特別之處 老師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經常都月圓 只不過有時候雲遮著看不到 是的 那些雲遮著 有時候會天九十月 接下來月圓之夜 剛好適合我們中秋 9月28日 原來外國有個流傳 上年有個傳說 所謂四紅月 老師有沒有聽過? 其實都沒有 西洋夜 西洋夜 或者我訪少少 不過我真的知道很少 原來他們說 去年四月十五日 我看回一些資料 四月十五日 十月八日 四月四日 和今年九月二十八日 都是接下來四次的月圓 那是月圓食 那是月圓食 即是說會好像有些近末日 因為他們聖經就說 如果臨近末日 就會有月圓 會變紅 但是去年 我在十月八日 那次 和我們都香港有些關係 那是甚麼事? 那是去年十月 大家都知道 余範革命 剛巧那天 原來晚上八點 留在月圓 那下 梁振英就被人爆了 說他貪戶 不是貪戶 或者搜了五千萬 就是那天 那些甚麼澳洲顧問公司 那次 不知道是否跟他這個 有些關係 或者那個人 就是選這個日期 爆了 對 我可以認一下 對 是 但是接下來 這次更特別 9月28日 大家都知道 余範革命爆發 老師有沒有甚麼看法 其實沒有甚麼看法 其實沒有甚麼看法 去年爆了也沒事 今年爆了也沒事 一爆就死 應該今次也會死去 不是 你看人 叫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 人都不想爆 天爆也沒用 但是 以往華夏文明類 不是說月食會有些不祥之少嗎 會的 通常日光或月光被遮住了 都要祈禱 做些劑子 讓他快些復原 其實我們一現代就知道 其實月食是一個現象 就不是說天狗食日還是食月 古代就知道 古代也知道 但是 找些東西玩一下 其實純粹是一個 遊戲 也不是 他遮住一些光 日月無光 要恢復 一定會恢復到 因為 周全復始 以前的人都知道 你不整他 即是不祭祀 他也會恢復到 只不過是祭祀員 有個心安 或者平民百姓的心安 但我又知道 現在我們現代 香港人很少說天狗食月 但原來韓國還有這個流傳 他們叫大滿月 即所謂我們的上元節 正月十五 那天他們有個習族 原來 是的 他們說原來月食 跟狗 有個雙刻 所以那天他們是不餵狗 我覺得那隻狗很慘 上元節沒有東西吃 那樣 那隻狗沒有東西吃 日豆吃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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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很多神話 其中最出名的當然是常鵝 常鵝又叫太陰梁梁 但是我又知道他有另一個名字 我看《山海經》 他裡面有一個叫常鵝 有些人說他生月有十二 那其實是否等於常鵝 不知道 很難考證 因為我看到人有些雙詞 另外就是常鵝 這些字就是雙聲碟雲字 乎雙聲碟雲的字 它未必是漢畫 即未必是畫中原的畫 即是會是謊言 其他地方語言 然後用漢字寫下來 所以常鵝兩字 你插開就沒什麼意思 常鵝兩字 這人傳說是後藝的老婆 即是否是川祝父妹 那是後代的 即是漢代的傳說 即是可能是川祝父妹 總之就是他寫下 最早有文獻記載 就在漢代 寫下是淮男子 但在道教裡面 太陰梁梁 但是好像香港也有太陰梁梁 其實主要是祭詞 我們每個神都有一些作用 即是有封信 這個名字 其實都是寶柔 譬如太陽就叫做太陽星君 然後太陰就是太陰梁梁 就倒架 就把以前那些天地神靈 給一個封號 放在廟裡 按在神譜裡面 但常鵝 他吃了聖誕 就走了上去 但是好像沒有後續 不然 一直在月光 即是自己一個人懲罰了 我以前也寫過 少少東西關於這件事 其實是顯示那個 離異的女人打入冷宮 真的打入冷宮 然後就是一個神話 即是皇帝打入冷宮 即是被皇帝打入冷宮 即是做錯 吃了六人打入冷宮 如果那個女人自立的話 即是吃了長生不老藥 然後就是 他又不用生育 長期這樣 生在一個世間裡 他又沒有伴侶 就在月光裡 當然有伴侶 但那個又跟他沒有關係 例如那些兔子 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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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光又是不解溫柔 天天在砍棵樹 然後砍完棵樹又合起來 但他又很傻又繼續砍 他應該就不砍了 是的 但現在其實現代香港都很少說常磨 即是常磨 現在都很少說 現在都很少說兔子 對 因為他們大 即是說 他是成年人的故事 肚子是小孩子的故事 即是親近小孩子 現代人都沒有空說常磨 你看到月餅盒上面 都很常說只剩下一個玉帝 有一個玉帝 要不就是一家 民粗那些 一家人在天井吃月餅 那些套 上我今月以前 譬如70年代 一直到80年代 那些月餅店 譬如說 他要吸引人來買月餅 或者說月餅推出來 就做個畫布 以前是有的 但現在好像有看過月餅的廣告 都沒有了常古蹤影 失蹤了 因為他和食物沒有關係 即是和常古的傳說 現在的廣告就是很直接的 買月餅就是一個中年人 光頭的 不知是誰 拿著月餅 放進口裡 這些已經沒有了物質 甚至是商品化 即是機械 買月餅是買來吃的 就是一個男人光頭 拿著月餅 這個就是現在香港 即是說 五千年文化不見了 即是只剩下月餅 只剩下一個人 就吃下去 即是買來吃的 不是買來看的 就是這樣 就是有五個字 即是每個有五個字 免得說 有 五字大名咒 而不是六字大名咒 即是文化變成這樣 就是五個字形容 但剛才說到 其實他也所謂有一個 艾亞伴侶 就是五個字形容 那時候 我聽到一個傳說 其實他也 五個字形容 五個字形容 不是我們以前的五個字形容 我小時候突然看到五個字形容 師傅 有食炭和飲料 當然不是那個五個字形容 那個也是風趣的 有的風趣 現在好像幻冷之後 就不去那邊 就是很痛快 那 傳說那個五個字形容 就說他 學道 但是 沒有什麼行心 學了三天 就放棄 好像比較欲低 其實我可以去砍樹 其實我也是 是不是一些 儒言 算是儒言 儒言 或者是 可以說是一些教訓 一些先童 徒弟 跟師傅 譬如太越真人 太常柳君 或者一般的真人 他又不勤力 就罰他斬柴 但實際上 適合拜師 學到的 就是針茶地水掃地 以前因為燒柴 所以很多時候斬柴 就變成是罰他斬樹 勤勇氣無欲 現在就是這樣 這樣罰法就沒有意思 整天斬柴樹 但上面又這麼冷 叫做講寒功 斬柴 又不是用來煲水 又不是用來 起亂爐 所以就是一些沒有什麼道理的故事 只是因為沒有什麼道理 我們叫做常古的傳說 純粹只有一個講字 你解不到意思 這些才厲害 解到意思的就不是常古的東西 解到意思的東西 是後世的東西 純粹一個技術 就是說有件這樣的事 但不告訴你發生什麼 不會告訴你 剛才我說勤有功 希望有我作 後世講 其實勤也沒有功 因為他一直斬柴樹 不是說斬了100年 斬了10年之後 這個什麼真人就收回 做徒弟 教他練單 其實上昂 光這些都是上古傳說 對現代就好像沒有什麼作用 所以他就開始流神 上昂也有很多人說不光 其實我真的很少聽現在的人說 很少 以前只不過在小學當作故事 對 當作故事 這樣教的小孩子就知道 其實還有一個神 剛才我們說太陰兩 其實還有一個神 也挺有功用 就是越老 剛才忘記說 這個不說斬的那棵樹 叫做單桂 單桂 即是一些桂花樹 有些神仙的樹 那為什麼是桂花樹 是神仙樹 因為有香味 還有肉桂 有些香料的作用 就變成真桂 好像是我聽 我記得一些書都說過 裡面如果有香味的香草 或者香葉是有驅邪的作用 是的 所以他斬的單桂 又不是斬一般的柱 即是和桂花樹 那些神仙 即是一些神仙 我回到你剛才說 剛才說了越老 越老是很有功能的 大家都知道就是 拉行線的故事 傳說有一些偉顧的人 看到月下有一個老人在看書 看這本書也不懂得看 但是偉顧其實也很聰明 他看了什麼 他就問老人 他就說在看一些冥界的書 是定人間恩 但是這個故事其實也很後期 去到唐朝 其實也是引申說 一些恩元天注定 無謂強行 後來那個故事就是偉顧 那個月老就告訴你 你會娶一個 明天看到的一個很年輕的小女兒 即是七、八歲 偉顧覺得無可能 我就是十七、十八歲 沒理由娶一個這麼小的 然後她在菜市場 看到那個小女兒 陪她媽媽在賣菜 她特意覺得不應該是這個 然後跟她吵架 畫花她的臉 誰知道後來娶了 有一個大官員的女兒 那個大官員的女兒的臉上 貼了一個金殿 即是唐朝好喜歡貼 但臉上貼金殿 因為她問她 為何貼在這個位置 不是貼在這個位置 她說 小時候跟媽媽賣菜 不知道搞什麼 跟她喊了交 有個公子 就有揮槍的臉 然後威顧覺得 什麼樣子 真的注定了 注定了 那就有尷尬了 她也挺殘忍的 當時唐朝的人生活得很率盛 所以整件事是說 因緣天注定的 整個傳統 即是說這麼長 其實她說這件事 是的 不要跟命運反抗 就是無謂強套 反抗之後又是一樣的 據我所知 早兩年 黃大師不是做了一個月老像 很多儀式 又說要做手印 又繞個圈 又拉一條紅線 倒你的姻緣 其實跟她本身的願意有些相違 因為她的管制樣說 即是說你都注定 其實你做任何事都改變不了 但是跟剛才相反 後來那些在月老 將某些要結婚 或者成為有緣的人 在腳或者手上綁一條紅線 後期是民間流傳的事情 至於拜月老 是否真的找一條線綁進去 不像做法師或者做道述 這個應該是道經沒有說的 當然是風俗或者拜神的儀式可以創造 就是現代的儀式嗎? 對 實際上是不用的 放鬆了也不用 因為一條紅線都好像扯斷 免得搞這些 除非你真的請到月老講壇 然後說幾件事 然後就注定了什麼姻緣好 然後就找個道士綁個紅線 這樣是另一回事 月老都顧不了 如果這樣的話要收得很貴 那剛才說到另外常鵝 除了吳剛這個 我不知道叫他什麼 那些所謂伴侶 還有一些小動物 對 還有小動物 對 類似我們今天見不到三尺仔 三尺仔 找隻貓來玩 有肉 兔仔 兔仔有玩一點 兔仔他走得遠 整個月球 追來追去 比較活潤一點 所以他真的喜歡一點 對 不過其實我們現在 都是那句 現在我們香港 或者華華 其實玉兔 我對上一次聽 都是已經去到 打風 打風 記得有個風叫天堂 對 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人 還是韓國人 對 好像是日本人 因為日本還在流傳這些故事 在古今 金色物語集裡面 有故事 但據我所知 其實這個肉兔的故事 是來自佛教的 好 他就說 有個天神 好像第二色天 看到有三隻動物 一隻兔仔 一隻狐狸 一隻猴子 好像是 因為他其實 為什麼會找這三隻動物 他說見人世間太亂了 其實得到的人 不如索性找些動物 考驗一下他們 他就說 他扮一個老人家 會說很餓 你幫幫我 那隻猴子 好像找了一些葡萄 還是什麼 然後 狐狸就好像挖了一些番薯味 是唯獨像兔仔 什麼都找不到 他自己找了柴 回來燒了火 燒了火 燒完火 他自己一夜就跳下去 燒熟了 等於人家說 送生日禮物 都沒有 其實就是脫了一件衣服 就送我給你 即是廣山 絲帶 健身 這些最偉大的獻禮 哈哈哈 現在 等於印度那些神話 即是說 那個 肉身捕師 這是有意思的 我也有 不是剛才那些搞笑的 其實我給你 真的要套了 那 就升了做肉套 陪了阿薯 但不知道為什麼 跟阿薯和有關係 有時候可能是很古老的 傳進去看地 也不一定 想不到 有時候 因為以前那些人 不是那麼分 部落 種族 那些 那些故事 覺得好玩 就傳在一起 說一說一說 就黏在一起 其實月亮上面 都不是那麼寂寞 也有動物 又有人 挺熱鬧 不是我們沒有 什麼都沒有 還有這個 無常勞動 一直斬 斬波丹 跪著 一個是暫時 一個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 中藥 其實都很像 今天的辦公室 幾個人在那裡 一個打電腦 一個玩DM 一個就是 打電話約的 吃飯 其實三個人完全沒有關係 放在辦公室裡 聽說還有一隻動物 不過現在就很少傳 這個我其實都很後期才知道 好像那隻閃鎚 就是閃鎚 又不知為什麼 會突然變成月亮 這個 古怪的 以前文一多考證過 神話與詩的本書 如果記得的話 其實就是 跟月光的字 那個外國畫 不知道什麼地方的畫 是同一個音 所以全然就是 變成了閃鎚 其實也是有些同音字 有人聽下去漢語 就覺得是閃鎚 以及以前幾個人 對閃鎚跟我們不同 一是吃蚊 二來 閃鎚打武 它是有 閃酥 即是它分泌的東西 可以有藥性 可以有藥性 另外就是 它是金色 所以是象徵淺 雖然它是辣泥 但是它是金色 我反而是另一個體分 因為我想多 我作的 沒有根據 我經常想 是不是它背部 一辣泥 一塊蛋 是不是好像月亮的陰影 我可以這樣看 以前的人 都視覺 或是肉眼都會看到 月光上面有陰影 不過應該不是這樣看 我想都是象徵淺 或者是晚上出動 還有閃鎚 晚上走出來吃蚊 即是因為是夜行星 可能以前比較多閃鎚 現在比較少 現在也比較少 現在也比較多 一旦有潮濕水 沒有排水的地方便有 周圍聽到新界地方 喊到這把跪叫 普通人叫青蛙 其實就是琴它 正所謂 沒有那麼大 只是夾仔隨街跳 即是夾仔是青蛙 隨街跳的就是琴它 那些東西沒有用 我就不懂 但是其實現在 我們已經越閃越閃 其實我有聽過另一個傳聞 其實所謂越閃 即是越閃鎚 其實是常鵝變的 但現在我們不是聽過林鄭月娥 我有沒有聽過林鄭月娥 沒有聽過林鄭月娥 很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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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也是差不多 所以都是把琴它 跟天國兩樣東西放在一起 那原來就變了熱派國感 那就有了它 它也不威得多久 不如下一節再說 說了很多熱鬧的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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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